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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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到了3187 它必须要打上去的一个 拉上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这个阳线已经从周一就开始确立了 本周我们在周一的时候给出两个结论 一个是本周开周阳线 第二个本周的走势是 先强 后弱 虎头 蛇尾 这个虎头蛇尾 并不一定说指数上出现明显的虎头蛇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成交量上出现了明显的虎头蛇尾的迹象 从周K线的角度来讲 我们昨天已经提示大家 如果您是一个周K线级别的 周线级别的投资者的话 在这个地方坚决的持股带涨 当然如果你要买路再等一下 如果你是日线级别的情况下面 日线级别的投资者 或者你是日线级别的一个交易者的话 或者分时指数的分时级别的投资者 那么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昨天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负面的信息 也就是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我们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如果在一个上升的状态中间 上升的趋势中间 要转变成下跌的趋势 它有三个标准 一 成交量要出现拐点 成交量要出现拐点 那么昨天是一个成交量出现拐点的 单日成交量出现拐点一个明确的迹象 昨天的成交量多少呢 是2449亿 明显的少于上周的平均成交量 2678亿 如果周级别的成交量 这是日级别的成交量 如果周级别的成交量也出现拐点的话 那么说明第一个拐点的标准要来了 那么周级别的成交量能不能出现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上周的成交量是五天的成交量是13392亿 减去本周的一个四天的成交量是10856亿 这个差值就是2536亿 如果明天上升指数的成交量 无法超过2536亿的话 那么可以告诉大家 周级别的成交量的拐点正式出现 正式出现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只有2200多亿 那么明天2268亿今天的成交量 明天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到2536亿呢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明天很有可能达不到2536亿 也就是说一个上升趋势的拐点 从量能的角度来讲 可能明天就会出现 而且这个量能的拐点 不单是日成交量的量能拐点 日成交量的量能拐点 是在昨天已经出现了 明天如果低于2536亿成交量的话 那么周线级别的量能拐点会出现 第二个 当量能拐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 在操作上面 我们会考虑减仓持股量的20% 另外一个标准 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要价格出现拐点 刚才说的是量 接下来我们要说价格出现拐点 价格出现拐点 那就是如果接下来的收盘 指数的收盘 是在五天均线下面的话 那么价格就出现了转折 价格出现转折 这个时候我们又要会减仓2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减仓20% 什么时候会减仓呢 这个趋势出现拐点 如果五日均线从上升的趋势 转为下跌的趋势的话 我们将会继续 从日线的交易的角度来讲 继续会减仓20% 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 我们是试图要把握 左侧交易 左侧交易的地方 事实上很难把握 我们也很难把握这个最高点 但是你怎么知道在这个地方可以减仓还是持股呢 我们给出三个标准 一量的转折 价的转折 趋势的转折 三个标准 当三个标准出现一个的话 减仓20% 当另外一个标准出现的话 减仓20% 当还有一个标准出现的话 又减仓20% 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 因为什么我们短期会偏谨慎一点 因为量我们认为马上会出现转折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价会不会出现转折呢 从价格的角度来讲 今天大家明白吗 为什么会拉到五天均线之上 五天均线是在3205 3205是五天均线 今天收盘是3208 因为机构的量化交易 都是按照这套模型进行的 如果它收在价格收在五天均线之下 那么日线级别的价格的拐点 就会出现 所以接下来的情况 要密切关注 价格会不会出现拐点 那么对于明天的走势 会不会跌呢 我们觉得 从上阵主板的角度 明天还会保持强势 理由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今天 在股指期货的收盘以后 我们看到 护生300减了798手 上阵50减了298手 也就是说 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讲 空头没有刻意打压的迹象 但是 在中阵500 我们却看到 加了434手 所以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明天 起码近阶段 上阵主板 还可以保持强势 或者说 在缩量的状况下面 还能保持强势 但是创业版 中阵500 可能相比较起来 更能代表一些中小创的情况 创业版 未来 还是会保持一定的弱势 接下来 本周确定以后 我们周一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本周的行情 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行情 事实上到今天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下一周的情况 那么 具体下一周怎么走呢 我们明天 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论 我们明天 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好的 有关今天的盘面的交易情况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我们的编辑给大家做了一个 详细的汇整 我们先进入短片 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今日市场二八风格回归 互质跳空低开后维持弱势震荡 午后开始震荡走强 并在尾盘翻红 暴收3208.45点 微涨0.11% 创业版纸明显偏弱 低开后继续快速下行 午后弱势震荡 暴收2163.04点 下跌0.89% 资金方面 数据显示 两市融资余额为9454.67亿元 较前一日增加39.29亿元 并实现了八连升 显示市场对后市行情偏乐观 其中 库市融资余额升幅较身是更大 汇率方面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近日中间价跌破了6.86关口 创2008年6月以来最低 专家表示 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的影响 美元近期持续大涨 导致人民币被动下跌 但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基础 且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行业方面 近日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旨在指导我国医药工业 由大到强的转变和药品质量的提升 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 产业整合加速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等 将成为接下来中国医药工业发展的大事件 医药工业相关板块将受到市场关注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现场的几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楼盛兰 乔龙和我们的评论员韩云 在我们进入正式的一个讨论环节之前 我们进入首先进入今天的一个 《谈古论经》的年终答谢的抽奖活动 请乔龙配合我一起来进行抽奖 大屏幕滚动起来 请 好的 恭喜这位伟号卫390的朋友 您将获得《谈古论经》系列重书 全套的《谈古论经》系列重书 好的 首先到楼盛兰这边 对于近期的行情 今天是一个非常缩量的反弹 对这个情况 近期的一个运行节奏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也来过几次 因为我一直用一个 成因矩正法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对短期的一些反应 不是很敏感 那么它主要是对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的情况 那么大概从这些因素的计算下来得出一个 先说个结论吧 就大概的一个情况来说 就是在短期来实际上还是相对乐观的 我这个短期是指 可能是在跨年度一个短期里面 那么中长期来讲 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强均衡的一种试探 那么刚刚杨老师也讲了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大盘可能的情况就是 各类指数会采取一种进而退一的方法 台阶式的往上伸展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这些指数 在指数板块里面 我看了一下分类指数 所以这些指数很可能就是 今天大盘登台 明天小盘上去 会有一种轮动的方法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按照这个短期的一个市场成一矩增分析图的话 目前是处于什么一个位置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成一大家已经看见了 那么这个计算过程就比较复杂 那么结论是什么 就是在3200点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一个震荡的 应该有一个震荡的 刚才已经得出的结论 就是可能就是进而退一的方法 那么因为刚才杨老师也讲了一些 数量量加量交空间的问题 那么就这短期来讲可能会有一个震荡 但长期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 好的您继续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特别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成一分析里边 就是有一样东西 让我感到很感兴趣 就是一直没有 我们这一波上来以后 一直没有一个龙头 龙头板块一直没有 那么如果这个大盘要向上不但延伸的话 那么肯定会有一个龙头板块的 那么就是说分析了一下周边的情况 然后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些经济结构以后 得出了一个提示 就是这个龙头板块很可能就在年底 会展现出来 会出来的 会展现出来的 你估计会在什么位置 什么样的板块中间 那么我估计就是 我估计就是何可能在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往前发展 因为这两天不是在 你还是觉得是在新兴产业里面 是互联网运用 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一个结合 这是结合这个点 那么如果说要说一下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工业4.0 就是你如何去理解这个工业4.0 那么实际工业4.0就是一个计算机 加上一个机场 好的 具体的板块我们等一下再展开 首先你对大盘的一个态度 觉得这个地方短期可能会有震荡 但总体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偏强的状态 好的 我们到乔龙这边 乔龙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操作的风格是怎么样 是偏短线的还是偏长线的 你的交易技术应用什么样的技术 我是比较非常短的短线 非常短短 短到什么程度 短到两三天 两三天 那么应用什么样的那个投资技术 或者交易技术呢 主要是一个是波浪 那同时还会观察一下那个量能 一个是波浪 通过波浪来看它的一个节奏 运行的节奏 那么怎么来理解你说的量能 是指主力的成交量能吗 对 主要是看主力 主要是看主力在这个股票当中 它已经进入了多少这个资金 吸了多少筹码 那么根据它这个筹码的这个锁定程度 来决定这个比较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还是更加长一点的时间 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这个股票里面没有主力 只有散户的话 你不会关心的 首先你要确认这个市场 这个个股里面 或者板块里面是有主力资金 大量介入的 然后再通过波浪来找到买卖点 那么一般波浪的买卖点在什么位置呢 波浪的买卖点一般是在二浪回撤到 一浪的差不多回撤完毕的时候 那么这个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但是我看的级别是比较低的一个级别 就是小分数级别 也就是说一浪起中的时候 进入你的观察的对象了 然后它回撤到接近一浪起中点的位置 可能就是你一个介入点 好的 这个你的交易风格我们就清楚了 那么谈谈您对目前指数的一个运行节奏 怎么看呢 今天这个大盘的这个情况和那个4月15日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但是它这个结构和背景是不一样了 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会最多复制一个星期 然后这个大盘要向下的 现在这个主板是在一个做顶的过程当中 逐渐是一个大一浪的顶部的过程当中 那么创业板它已经是进入一个比较主跌的主跌浪当中 就是二浪里面已经进入C3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主板 主板这个地方您是认为 这个地方可能是类似于4月15号 4月15号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头部 然后是调整下来了 对的 那这个地方其实你也是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接近于那个相对的一个高点了 是的 那么这个高点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大概的位置 然后如果调整的话 时间和空间有没有具体的界定 这个高点的位置呢 是应该从3684到那个2638的这一波的反弹的0.618的位置 目前看大概是在3243点左右吧 40点左右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以后呢 我认为还有一波比较大的下跌 它一直要回调到2638点往上反一点的那个地步 那就是差不多在2700点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二浪的调整是比较深的 要接近于2638启动的位置 比这个要高一点 6位高一点 6位高一点 要启动这个位置 0.819的位置 0.819的位置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一个非常深复的调整 如果按照您这个认知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分析如果是正确的话 这一波行情要想办法要逃掉这个头部的 对不对 这个头部要如果类似于像4月15号 这样一个头部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级别的顶部的话 要回调到2700的话 这个地方要想办法要离场 是不是 是的 从您的交易的角度来讲 对 这一段时间跌幅是比较深的 是的 好的 那么再讲一讲创业板 那个成分指数的情况 399006 对 我们看看399006的情况怎么样 显然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运行的节奏 是不一样 对不对 是 这两个板块不同步 那个创业板走得比较前面一点 它有领先作用 然后它应该已经进入了这个C浪里边的第三浪 主跌浪当中 那么这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的C5是走失败的 有可能C5是走失败的 对 就是一 二 这三 二在这里 四在这里 四在这里 然后这个五并不一定创新低 对 然后再起包含金 对 那时间节点呢 也在 时间应该跟上证差不多 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份 2月份 2017年的2月份 对 2月份 往往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律 2月份往往是起行情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一次的2638也是在1月29号 对不对 是 所以一般来说那个时候是年初 往往是资金比较活跃的时候 是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它们处于一种不同的节奏的过程中间 但是都要有一个大幅度回撤的一个过程 对的 而且这个回撤以后的后面会原来一波主升浪 这个行情的级别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也就是说 应该要想办法 避开这一波的生死的回调 也就是要避开二浪的回调 是的 然后勇敢地去抓住三浪的主升浪的来临 是 来 来 评论员 今天有考验了 我们来了一位波浪理论的专家 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今天很幸会的是 呃 有相同当然也有不同 嗯 相同的是我认为就是说那个 呃 从目前的来看 我也是看到12月11月底到12月 嗯 我觉得会建一个高点 嗯 这个高点呢 有个我觉得这个高点当然是 嗯 33 我认为就3270到3300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呃 因为刚才那个乔伦讲的是3243点 我是差不多能够如果打了凶悍一点的话 也就打到这个高度 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么另外呢 就下一波启动的时间点呢 我认为也是应该是下明年的2月份 这个是我在我们牛伞训练营当中 我是当时在那个10月6号上课的时候 我就讲到明年2月份是起一波非常大的行情 那么这波行情就说呃 呃我们我暂时不用波浪来判断的话 我认为这个呃 这个头部也应该是 我讲了两次了在节目里 也应该是再做一个头 也就是5178下来 那个第二个头跟它差不多位置 就比如在4000点上方的那个那个头 就目前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 因为它是一路向下那个走下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头应该可以 可以啊 我们家乐观一点 应该是把4000点应该打掉的 也就是说下一波上升的行情中间 要达到跟这个差不多的位置 对 但是下跌的空间我有一些 呃就是说那个一路就刚才跟那个 乔融有些不同 我觉得2700打不到 打不到 可能会就是我说我我看下来 大的位置可能在2800附近 2800附近 我可能比你高100点的那个位置 这个100点到时候不要小看在100点 很多股票会普及很厉害 提示大家投资的啊 在大家都觉得这个行情 起码上升指数走势在不错的时候 其实专业能源的角度 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试图去把握这样一个高点 因为它会产生大幅度的回调 这样一个高点 会产生大幅度的回调 我们现在事实上在等待这样一个高点的出现 每次出现高点 我们要把握一个大幅度的回撤 今年赚钱是很难的很辛苦的 如果你赚钱没有赚到 大幅度的回撤 你都享受到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这一次有没有逃过呢 这次有没有逃过呢 接下来还会产生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在哪里 现在是目前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 刚才我说了 我们掌握高点有三个标准 一量能转折 目前看来有可能会出现 第二价格转折还需要等待 第三趋势转折 趋势的转折也还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 就能把握住这个高点 可能最高的那一天的点 你可能抓不住 但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高点的附近 给适当的减仓 无论如何 这一波杀下来 应该不会比这个幅度小 所以在这边提示大家关注 我们要想办法避开这一波的升附的调整 到底这波升附调整 什么时候来 到底幅度有多大 还值得我们继续地观察 好的 我们到圣赛这边 对于接下来的板块 你还是比较偏乐观的 对 那么板块的角度觉得 刚才你说的一个10.0 开了一个头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板块 为什么这个板块 会变成一个大板块 能够变成一个市场的主流板块 对好的 那么因为刚才讲了物资会议的事情 那么昨天呢 马云在物资会议有讲话 我再了一段 他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他讲了一个 就这200年来的三次技术革命 就是大概是一个50年一个周期 然后前20年是一个技术性的研发 后30年呢 就是一个这个技术性的运用 那么今天是什么 今天的时间点是什么呢 是后30年技术性运用的开始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过前20年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干了些互联网 电子技术 那么到今天为止 实际上这一些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 但是在运用上 确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区块链 这是一个 因为这特别在金融界 它都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因为这个技术 如果真的像技术设想那样推广的话 它是一次金融革命 我本周好像看到好像有消息说 央行也在讨论数字化货币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央行成立了一个数字化研究所 然后呢 要求招一些工作人员 当然他是博士提招 给他们做广告 那么实际上各个央行 各国的央行 都在为数字化 货币化数字 在做大量的工作 而且从一些金融研究机构来看 就今天的数字化货币 数字化货币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或者实验性的问题 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如何运用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过一个区块链 那么区块链里面 讲到区块链 大家就想到有个比特币 然后其实比特币在区块链技术里面 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实验性项目 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计算的方法 来得出一个货币化的标记 然后大家以这个标记为基础 进行货币交易 其实它是一个成功的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那么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第二个层面 已经到了一个协议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在整个 如果大家都有区块链这样的技术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客户之间的 这个协议就是客户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如果这两个层面都能达到的话 那么马上就进入第三个问题货币 这里就是指的电子货币 所以现在央行 我们看到中国央行已经开始做了 其实各国的央行都在这么做 那么在这后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有推出了一个 人工智能的问题 人工智能 人曾经炒过这个概念 其实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都是一个运用的问题 因为什么叫大数据 就大数据本身是没有用的 来了一万个人 这个一万个人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一万个人做了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大数据运用的 那么这些运用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已经在很深刻的发展到我们这边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年轻人出门 事实上不用带现金的 全部是电子化了 数字化了 有个卡有个手机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 现在因为我们的一些很多的支付 各种各样保的支付是很多的 对吧 实际上这已经是数字化 然后因为央行要进行货币管理 金融政策管理 那么当然必须把这些技术管理起来 而管理起来的一个突破点 就是有区块链 那么其实我讲了很多时间的区块链 对大家来讲呢 其实简单一点来讲 其实区块链在我们市场上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个什么 数字安全管理这样一个板块 那因为有这样一个 有一个软件是写了区块链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边的个股 其实都是一些数字安全管理板块 但问题是我们要讨论的是 这个板块师傅我们感觉 这个板块设计的公司并不多 但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上证指数 这么大 近3000家股票这个大市场 靠这个板块的延伸 能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主流板块 把它推起来呢 对 好 杨老师讲了一个核心的 那么刚才讲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但是 这一个点如果扩展开来的话 那么我讲的货币只是一个其中 最小的一个点 那么很简单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管理 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 身份证管理 可以用 如果区块链的话 那么整个国家的身份证管理 会相当的简单 那么物联网管理 我们上十一 然后觉得今年上十一物流很好 其实物联网管理 里边就是一个数据的管理 提升 那么刚才讲过一个工业4.0 其实工业4.0就是一个 一台计算 在计算机控制下面 一个计算的生产 然后它是一个配套的 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一个工人 拿着一个图纸 按照一个标准在说 他可能 今天在德国 明天在英国 同时做了两个东西 后天放到中国来 一拼 拼成了一个 一个高高的计算 那么这一些都是一些 这一些都可以无限的展开 那么所以我们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产业 产业升级已经到了很关键的问题 不管你觉得这个产业 我们经济不好 就觉得呀 这都是一些成本高啊 物兰高啊 一些产业 那么怎么升级 怎么升级 那么一个电子技术 确实是我们可以发展的一个情况 好的 希望您说的这个板块 能够智能板块 能够扩展到各行各业 把我们的传统的那个产业 那个公司都能够升级提升 那么这样在全球的一个竞争 产业链中 也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们到乔龙这边 乔龙看好现在什么板块 特别您刚才说的 你没有主力资金介入的板块 个股你是不关心的 那么你跟我们说说 现在什么样的板块个股 那个主力资金介入的比较深 这个它还是一些强势股 强势股 强势股 做短线的就是说 那打个比方说 你现在其实主要的操作的对象 是创业版的股票 对的 创业版的小票 对的 创业版小票里面 怎么来辨别这个主力资金 已经深度介入的呢 这个要计算一下主力这个建仓的成本 那么比方说如果主力成本 它在这个30%以下的话 它的控盘程度和30%到45%之间的话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还是主要通过周K线的这个量和换手率 以及它这个上升过程当中 这个一些量的变化 以及下降过程当中 这个主力这个抛售的量的来变化 来计算这个主力的持仓成本 如果主力在这里边 我们就跟着主力一起混 有没有会把那个这些股票分分类 比方说它你现在观察下来 有五六个个股都有主力深度介入的 这些基本上都在安全信息板块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题材板块 现在主要还是刺新股 刺新股 对 还有以前是炒了一波的股票 有可能会起第三波 对 那么一浪走好了以后 二浪回调以后 我们可以做进第三浪的这个股票 它有可能和大盘不一样 走出一个独立的个股行情出来 所以这些股票还是可以 在下跌的行情当中去做一下的 你提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很多有些股票 其实它会走主力行情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 有可能会二浪回调 但有些个股的走势 可能并不一定跟指数完全相关 对 是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下跌的过程中间 二浪回调中间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对 有很多机会 并不因为指数下跌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也不能这样说 对 对 韩英来了 你的功课又来了 怎么 这很有个性化的一个选股思路 对 对 对 就是说那个 就像我们目前在操作当中 也是这样认为 我认为现在主力的资金集中在哪里 就是中字头里面 很明确的 主板 从今天的操作来讲 我其实今天是观察了一天 今天没有什么操作 观察了一天 为什么今天要观察 因为我知道今天很难赚钱 今天很难赚钱 但你必须要观察清楚 我明天要买什么 就你今天再观察 我就觉得明天买什么 今天商政策涨了三个点 大部分股票是跌的 对的 是吧 那么所以我觉得明天 但是我看清楚了 你的方向在哪里 你的资金没有撤出来在哪里 那么好 那么明天 因为我心心之火 二要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一已经全部受清了 那么二要上线了 那么我觉得二上线 希望我也能跟大家 一起分享我的建仓 当然我更多的 我会选择中字头 我还是这个很清楚的观点 就是中字头 因为今天你看就是盘中 拉起来的是谁 连同这么大一个盘子 对 一下子飙升起来 随便买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地方 在于其他的还有一些中字头 在调整以后 反压以后 他们也会起来 因为为什么 这种反压是技术上的反压 所以我认为指数 为什么还能往上攻 也就是说中字头 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今天盘中你看 现在是券商顶一下 顶不住 券商也是来顶的 但顶不住 但最终还是靠中字头往前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方向 我已经很明确 就是中字头头 那么现在刺辛苦这块 我今天是小吃亏的 刺辛苦在这两天 我是有点吃亏的 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高颂转的这些刺行股 就是说它还没有分配过的 我是会坚决的认为 它后面还会起来 你这个刺辛苦 事实上是在其他百分比里面 没有在机械设备里面也有 机械设备里面也有 对 那么我觉得这个刺辛苦这两天 反正持有刺辛苦的 这两天蛮吃亏的 反正就是一二个点 两三个点的那个 还好你的配置的仓位很轻 所以我当时考虑就考虑 就是怕它 因为高价位的 怕它跌起来 有些投资者 包括我自己 心理上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毕竟我们是那个 有七情六欲在这个市场上 还很难就是 有时候 无动于衷 这个好像只有以后 可能智能机器人代替我们来炒 可能是 你的一个基本数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一号锦囊现在受庆了 然后二号锦囊 本周五要开始了 然后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提前设计 你还是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配置中车 配置中车里面 有没有什么具体板块吗 是工程机械 还是铁路基建 我觉得就是国家政策 投钱的地方 砸钱的地方 就今年那个砸钱很简单 铁路基建 对吧 核电 对吧 还有就是一些 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 无非就是这三块里面 包括就是你看他讲的工程 工程建筑这一类 但我首先会考虑 就是在核电板块方面 我会重点考虑 如果说这个板块 还是在底部 就是说还没有像其他的中资头一样 拉起来的 我还要考虑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概念 我想奉献给大家 就是我今天少量的 就小赌移情了一下 创业板当中的中资头股票 这个是很多投资者会遗忘的 就是你认为现在泥沙俱下的时候 他现在因为创业板 是不在应景的范围里面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越去挖掘 有些什么东西它可以衍生 就是未来创业板 虽然说马上要止航情很难 但是我觉得它在下一周 应该有反弹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现实的 就是说按照这两天的走势来讲 它应该有个反弹 作业板短的也可以 对 毕竟周线还是可以的 就创业板目前的周线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它至少应该如果说 随着主板的指数往上攻的话 那么它相对来说还能反弹 所以我就找创业板中的中资头 就央企的央企概念的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说是 怎么说呢 也是一种另类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 你这个操作一把是比较偏短的 那么如果操作偏短的话 你会仓位控制在什么位置呢 就这一个板交板 因为我本身也是感觉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窗口过掉了 就18号或者21号 这个窗口过掉了 我后面觉得28号这个窗口也很难过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21号过向上 对吧 如果说向上这个中资头开始拉 那么指数在28号 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说 独善其声 就是继续以一个邪率的 这样的一个很陡的邪率的往上公布 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仓位我一般收盘的时候 就是我绝对当天收盘的时候 我不会超过六成 我觉得还是以五成为主 也就是说现在配置仓位 还是比较轻一点 对 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收盘的尤其是收盘的 我可能盘中会激进一点 但是收盘了以后 我觉得我还是会压缩到这样的一个 会不会考虑我刚才提的一个方案 就是现在是量能是缩量上涨 开始偏谨慎了 对 然后如果股价指数 跌破五天平均一中心的话 你会更加的减长 如果股价五天平均一中心 拐头向下的话 去向下的话 你会更多的一个保持低仓位 对的 会考虑的 我会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好玩的 就是其实指数在下跌的时候 找股票相对更容易 因为什么呢 你就按照抵抗式的打法就可以了 我一般喜欢打抵抗式的 就是那个大跌以后 然后打一个反弹 反弹就是 你这也是可能跟我们接触中国股市 二十多年来 我们是经常打熊市有关系 对 就是碰到牛市 反而觉得有点怕怕了 跌下来 反而有机会 对 跌下来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进入中国股市 从小股市有风险 路市虚警市 这个话我们都听过 对吧 但是股市长期是熊市 我们就是在熊市当中成长的 所以打熊市 我们有经验的 打熊有经验 好的 当然这个牛一旦飞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点谨慎的 好的 厂内的嘉宾分享完他们的精彩观点之后 我们厂外的嘉宾也有观点需要分享 我们把电话接进来 来听一下他们的具体内容 今日户子在震荡中走强 周围3208点 盘中一带一路 基建钢铁有色灯板块比较强 各人认为 大盘在一段时间内 震荡中略有盘升的概率烧霸 操作上各人认为 一个是投资自己熟悉的 和有价值投资前景的 另一个策略可以是部分筹码 随指数随股价的增降 高抛低息 落贷为安 另一部分则所并比较长的时间 以期待更大的利润 目前市场大盘和个股 都处于比较严重的分化走势 互指进入了 纯指数的补涨阶段 参照位依然是 今年1月7日的3300点 个股获利的局面大为减弱 而创指在今年4月 就已经反弹到了 2830点的垄断区位 因此我个人认为 创指将继续调整 以完成大的 切形三角形的反弹走势 不会因此而补涨 目前当成的操作应该 着眼于谨慎 盘面上应该对放巨量 拉伸的个股坚决出局 中场线本能继续关注 被主力运作性的 控盘的中小市值率的成长股 好的 欢迎回来学技术 当然就要到谈股论今 马上请韩云带来股市聊聊吧 好 股市聊聊八 炒股其实很简单 上次讲到了八项注意的上半场 那么今天我们把八项注意的 最后四个注意给大家聊一聊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 要学会精选股票呢 任何股票都能赚钱 差别在于你任何时的介入 不同股票不同策略 大涨要卖低迷要买 多买自己熟悉的股票 这里我觉得重点就是这句话 多买自己熟悉的股票 只有你自己熟悉的股票 你对它的K线走势 对它的上下区间 对它的波动 才会有更大的一个了解 好 我们来看第六个 要注意热点的转换 每一波大行情启动的 都是先由局部热点带动起来的 跟上热点抓住领头羊 每当行情进入康奋阶段 热点转换时 应适时换股踏准节奏 收益最大化 那么这是对牛市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明年 如果来一把大行情的话 你就要用这个纪律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七个 突发事件要有应急预案 并从容应对 特别是个股利好利空 要根据这个股票的位置而定 如果低位再处理空 不要害怕 越跌越满 如果高位再处理好 果断派发 绝不犹豫 最后当一个股票做完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时 不要习惯性的 马上再做一个股票 注意休息 有时候空仓等待休息 也是一种操作和策略 也就是说今天我就是 基本上以休息的状态 来观察这个盘面 到底哪些股票会有动作 哪些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 我们不必去过多的去关注 你这个八项主义 讲得非常全面的 把每天我们操盘 做股票投资 可能碰到的问题 都给大家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介绍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 实战过程中的运用 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起来 好的 感谢韩云 今天给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 股市聊聊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又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由谈古论金栏目组发起的年终 答谢抽奖活动 将会在明天送出最后的一份大礼包 那么究竟大家如何才能够参与到 明天的抽奖当中呢 那在每个交易日的中午12点30分 我们的谈古论金官方微信 都会为广大小伞奉上牛伞嘉宾 对于当日午后盘面的展望 那么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发送盘中直击这四个字 就可以获取牛伞嘉宾的观点了 那我们最后这一天的抽奖活动 就将会从明天中午12点30分之后 发送盘中直击的观众当中抽取了 也希望您能够成为这最后的一个 宝贵的幸运儿 获得我们全套谈古论金系列丛书 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到 我们第一财经谈古论金的官方微信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描 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杨基隆 好的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调整三天大盘指数向上趋势 会否发生转变 认为是会的占了47% 认为不会的占了53% 显然从这个投票的结果来看 还是偏乐观的居多 今天有朋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有位朋友叫燕斗 他说今天尾盘偷袭收羊 并不表示调整的结束 而连续三天调整 都是收在3200点之上 说明主板强势是个好现象 有位朋友叫歇春华 他说大盘在3200点 来回折腾多天 而且折腾向上的力量越来越弱 所以大家要注意 后面的走势有向下调整的要求 有位朋友叫龙华 他说在线树干飘旗面 绿旗红旗时长变 说上倒下接右里 还得量能定局面 有位朋友叫海阔天空 他说创业板指数K线 是黄昏之星组合 再加上导型反转 必跌 而且会把主板也带下来 还有位朋友叫邱乐 他说给今天这位女嘉宾点个赞 欢迎更多的朋友 能够在平台上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那以后本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咱们投资者在明日的操作当中 应该着重哪些方面呢 马上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显示 均线目前还是一个多头有序的排列 正当上行的态势 缩量上涨 价涨 背离 缩量上涨 量价 背离 继续上涨 需要补量 关键在这个地方 是需要补量 目前KT街收口 走平正当整理的态势不变 KT街目前收口了 今天没有下跌 如果下跌的话 跟昨天跟大家显示的 如果在这边下跌 KT街就会产生死亡交叉 目前MACD指标 仍然是继续压子张嘴 开口上行 震荡走高的态势 从量能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个趋势发生转折的过程中间 它并不是马上会下来的 它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怎么来看这个转换的过程 在左侧我们要观察量能 量能的转换 它已经提前显示 因为量在价先 先出现量能的转折 然后再出现价格的转折 它在这个地方 当指数 股价在均线之上的话 那么价格 还是延续原来的一个趋势 但是当指数 或者价格 跌破均线的话 它就会出现价格的转折 然后就进入一个趋势的转折 那这一个三个地方 提示大家注意 我们怎么来找头部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样的一套体系来找头部了 我们首先是看到本周这个量 出现了一个转折 然后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价格会不会出现转折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 这只是日线级别的一个头部 日线级别的一个 会产生一个大级别调整的一个区间 可能会出现 目前还没有形成三个地方 如果当这三样东西 量、价、市、三个共振的时候 会出现明显的回调 我们还需要继续等待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上阵指数60分钟图的情况 上阵指数60分钟图显示 目前均线也是多头有序排列 震荡走高的态势并没有改变 今天因为拉上去了 KTJ指标目前是黄金交叉 分时反弹延续 MSD则是死亡下行 死差下行 分时整理的态势 MSD出现了死差 需要回调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KTJ指标倒是黄金交叉上行 MSD倒是一个下行的态势 这是一个互相矛盾干涉的走势 它的结论就是震荡整理 我们来看看创业版的情况 创业版日K线图显示 目前均线是一个无序的排列 震荡整理的态势 我们昨天有嘉宾说 这是一个相行整理 确实这是一个相行整理的状态 目前KTJ指标是高位回落走势转落 我们可以看到截止从100上面 快速的向下回落 明显的一个走落的态势 目前MSD指标是收口走平 震荡整理的态势 MSD冷蓝是在零轴下方 所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弱势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创业版60分钟图 创业版60分钟图显示 均线是无序排列 震荡整理的态势 不断在向下回落 KTJ指标已经出现了超跌的迹象 分时有反弹的机会 可以看到这个截止已经跌破零了 所以明天应该分时会有反弹 那么MSD目前仍然是时差下行 继续回落的走势 明日抢相报显示的是 上证主板跟创业版 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结构中间 上证主板面临的一个转折 什么时候来还要观察 而创业版显然是一个下行的通道 和态势中间 这一点值得很关注 好的 我们先去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我们进入一个抽奖的环节 大屏幕滚动起来 好 停 恭喜这位朋友 尾号为42的朋友 您将获得飞鸽电器提供的 精美的一品一份 好的 我们再到刘胜蓝这边 对于您现在的操作 板块是怎么配置的 刚刚讲了区块链板块 能够智能板块的两个板块 但是我配置的方法 我超方可能和嘉宾有点两样 我是一个20天均线倒进之法 就是它当跌破20天均线了以后 然后我不断跌 简单讲就是越跌越买 就是买点是这样控制的 买点是这样控制的 买点是这样控制的 然后因为我比较看好整个技术 这个技术 我认为这个技术 能够抵抗到这个市场的波动 这个波动 而且刚才也两个嘉宾也讲了 就是对明年行情看好 我也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就越低越买 现在基本上就拿着 这也是一个精子产建仓的方法 对 到精子产建仓 好 到乔轮这边 乔轮刚才没有详细跟我们讲讲 有关板块配置的情况 看好什么样的一个中线的板块 长线的板块 短线的板块 以及未来对一个行情的预判是演变 是操作策略上有什么看法 嗯 我觉得在这个下跌行情当中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那么短线呢 我还是看中那个重组啊 体材 相机摘帽啊 什么的等等 那么这个也是要快进快出的 包括一些优质的小盘股 做三浪也是可以的 那么中线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看好那个深港通 因为以前这个外资这个介入 是缺乏热情的 但是它在深港通过程当中 A股会出现一些 深圳的股票会出现一些 创新型的股票 或者说是消费性的股票 那么A那个外资 对这方面的股票还是有喜好的 它会选择一些稀缺性的股票 那么长线来看呢 就是说在工业企业的利润 它创了13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这个新高以后呢 它会有一个补足库存的行为 所以对一些比较保守的 投资的股民来讲呢 就是说它长线可以配置 这样一些股票 但是我本人来讲 我本人是喜欢新趋势 新动力 新概念的一些股票的 那么刚刚那个楼老师 讲了这个区块链 其实我们研究这个区块链 也是非常长的时间了 我认为区块链 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它会以后在多个领域当中 产生很多的应用价值 这一次央行他们说呢 就是说数据库 数据司他们把这个第二次修改了这个 数字化货币的这个方案 这是一个政策性的大旗 那么它虽然只是说 试用方案还没有进行到一个 非常广泛的一个地步 也是用于票据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渗透性是非常快的 这个颠覆性的革命 是不亚于这个腾讯和阿里巴巴的 因为它这个区块链 去中心化的技术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技术呢 还可以用到中国企业走川海外 一带一路的结算等等等等 所以我认为将来的这个趋势一定是 以前是互联网加 将来是区块链加这个概念 而且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当然只看到了这个 B2B的一个前景 都是B2B 但是我坚信它一定会到B2C的这个过程 就像现在的微信一样 因为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连接 如果在一个360度当中 你能够跟一些 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连接的话 它会产生一种新的这个 实质性的社会契约性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因为它信用程度非常的公正 它是去中心化的话 那么它会产生一个信用资本的衍生品 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优势的 所以我认为将来这个投资重点 一定是和这个 就是说区块链这个有关的 那么这个方面 它是由主权经济会进去的 因为它是有瑕疵的 区块链它是有瑕疵的 它因为有瑕疵 它是用那个导航技术来进行链接的 所以很多的客户的行为它会被跟踪 所以它这方面的安全投入 国家方面也好 或者说是产业基金也好 或者是资本的这个主力也好 它们都会一起进去的 我坚决地看好这个板块的长期性 那安全信息板块也是比较看好的 对的 它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衍生品 但是我相信以后的这个 更多更多的企业 它可以经过转型也好 或者扩张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方法也好 进入一个新的这个 区块链的一个时代 好的 反正来点评一下 都看好区块链 而且认为这个过眼变成一个大板块 我就一句话点评 就是以后到马路上 你肯定就捡不到人民币了 捡不到现金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 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另外我觉得今天的盘面上 大家特别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本来就是说串业板 这次就是护墙升落是很明显的 只要护指中指头一打起来 串业板会跟一跟 但是跟到半路一想 串业板你走你的道 我走我的道 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新增又回落了 好的 所以是这个要注意 好的 感谢今天这几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观点 恭喜各位